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不想让泼辣的真贤一起去 就在地上洒了点洗洁精 真人摔成重伤 可是真人还是跟了过来 结果真人大闹了晚会 就让道贤很没面子 只好让真人一个人先回去 这时候道贤碰到了一个秦胜张胜基 专告勾引两家妇女过日子 道贤就偷偷的联系了秦胜张胜基 并愿意出双倍的价格让他去勾引真人 想勾引真人 首先得让他出门 道贤就托朋友给真人找了一个广播电视台的工作 真人去电视台要求自己要拿三倍工资 电台也答应了 因为真人的工资都是道贤拿的 其次 其次群胜张胜基就得了解真人的爱好 等等妻子的一切 群胜张胜基就利用真人喜欢做饭的爱好 成功的接近了真人 并接真人下班 带他挤牛奶逛公园 获得真人的好感 电台也因为唠叨了真人的加入 收听率暴增 白天要上班 晚上要出去约会 真人和道贤的关系越来越疏远 这时候电台导演要求真人去首尔发展 但是两人现在的关系很紧张 因为一点小事就大发脾气 有点害怕的道贤就去找秦胜张胜基 让他就这样到此为止 结果秦胜张胜基拒绝了 就算道贤不给钱也要继续勾引真人 道贤得知秦胜张胜基也去了首尔 赶紧跟了过去 可为时已晚 秦胜张胜基已经向真人表白 找到真人后 看到对自己态度冷淡的真人 就忍不住告诉了真人 是自己让别人去勾引自己妻子 得知真相的真人和道贤大吵了一架 决定了离婚 可是道贤还是不想失去真人 道贤因此变成泼辣唠叨 而真贤变得更稳重成熟 在一个小饭店里像当初一样 道贤又一次向真人表白 两人终于保住了他们的爱情 珍惜身边的爱人 不要等到失去才懂得珍惜 好了小伙伴们 今天的墨鱼影视就到这里了 欢迎留言 转发 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